歡迎收看 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我是郭靖淳 來 我們今天趕快 從命運來看時事 好 大明星的愛情與婚姻 經得起考驗嗎 拜託 有人 人家很好的 難得 您這隻嘴要出金口 真的 怎麼那麼好 趕快先來歡迎我們命運老師 首先歡迎黃永福老師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李玉佩老師 接下來歡迎許瑞關老師 好 來 歡迎幾位來賓 首先歡迎我們的陳玲玲 您姐好 先來歡迎李文王 好 先來歡迎許勝美 大家好 來… 大明星 青霞姐姐 真的 現在大明星剩沒有幾位了 真的 好美… 大明星剩沒有幾位 真的 青霞姐姐 六十大獸 還是一樣是大明星 六十大獸 林青霞 六十歲 五口合體 幸福一夜 全家人 對不對 對 就你看媒體很會 雞蛋裡頭挑骨頭 好老公分車閃人 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 主要說 他的老公行李員 跟林青霞有八年 都沒有在公開場合出現 八年都沒有公開場合 沒有在公開場合 那十一月三號 他們在香港的半島酒店 辦了六十大獸的這個宴席 那行李員就突然出現了 給林青霞一個驚喜 所以正面點講是 他老公一到就親了林青霞 所以記者就問林青霞說 你覺得你六十歲的 生日願望是什麼 他說 我的人生到現在圓滿了 我有這麼多的好朋友 我有愛我的老公 我有我愛的孩子 我的人生圓滿 而且他六十歲寫了兩本書 最近他在衛星書宣傳 叫雲裡雲外 雲來雲去 OK 人生很圓滿 對 說問他有什麼感言 他會說他圓滿 但是 整個派對換四套衣服 我比新娘還忙 我們以前能換兩套 可是我們的重點 好像不是在這裡 我覺得 但我們現在想聽美好的圓滿話 中心有問題 但是我又要講 跟我們命運好好玩 很符合的一個故事 先從行李員來講 行李員在早期1990年 他只是一個根本不起眼的成衣商 那時候他還沒有代理 Aspirin這個品牌的時候 他也沒有那麼有錢 他的第一任太太是張天愛 是香港一個知名的服裝設計師 跟演員很漂亮 結婚三年 生了一個女兒 他們就離婚了 好 在1993認識林青霞之前 因為香港人有個習慣 每一年他們要找這個老師 算流年 香港有一個很有名的大師 叫董慕傑 我們台灣也有元首級的政治人物 去算過鐵板神術 就去算 然後行李員就問這個鐵板神術 董慕傑說 什麼時候會碰到 我的心愛的女朋友之類的 董慕傑一算就說 不得了 你第二任太太最近就會出現了 那行李員就很興奮 就問說長什麼樣子 董慕傑就講了一句話 好 這個女孩呢 向天仙下凡城 天仙下凡城喔 好 那行李員就記在心裡了 之後一個禮拜之後 她跟朋友去一個餐廳吃飯 照理說行李員跟演藝圈 其他人都不認識 雖然她之前的前妻是張天愛 她在那個餐廳吃飯的時候 有來賓遲到朋友遲到 從外面一進來 因為他們是包廂 門一打開啊 就跟行李員他們說 快快快 林青霞在隔壁吃飯耶 快快快 去看美女 那行李員又不認識林青霞 那她就想說 大家都去看美女 那我也去好了 好 她泡泡就跟著去 大家也知道行李員長得不高嘛 好 不是像那個 篤霖哥這樣子高大英俊 她是英時商人型的 她就 她也是要想講 就大家快快快去看美女 然後就這樣 對 這樣子 很像她也是一個英時的商人 誰會是英時的商人 她是行李員 然後到了這個餐廳之後 就認識了林青霞 可是她跟林青霞之間 一開始也沒有約會 因為林青霞一直以為 她就是一個廠商 因為行李員說 我可以提供你 去出席公開活動 拍電影的衣服 所以後來兩個就開始有了聯絡 有了聯絡之後 各位不要忘了 1994 林青霞也40歲了 她當時跟秦漢的婚事也告吹了 還有林青霞當時有投資一筆錢去股市 也泡湯 人生有三件事情都在瓶頸上 你不覺得很妙嗎 就在這個時間 1994她遇到了行李員 有一天呢 因為兩個人開始慢慢有吃飯嘛 但還不算交往 行李員就問林青霞說 因為林青霞對行李員來說就是一個仙女 所以她就問她說 我可以抽個號碼牌嗎 那林青霞說為什麼 行李員就說 追你的人應該很多 你可以告訴我我牌幾號 然後青霞姐姐就說 一號 這也算是一種交往的告白 一號 然後行李員就知道說 我有希望了 很快很快 他們就決定要互許終生 然後他們再有A就結了婚 好 1994結了婚 林青霞生了兩個女兒 2006年 他們爆出來說 行李員有了小三 那這個故事我大概知道 因為當時我有寫這個新聞 為什麼一直說她有小三 是因為行李員在香港 是有名的潮州幫 他們潮州人很重難聽 如果你的太太沒有幫你生個兒子的話 這輩子就沒完沒了的 所以2006年香港有個媒體就說 行李員已經在內地廣東養了一個小三 而且其實兒子都已經生下來 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香港的狗仔很厲害對不對 飛天遁地 是 從來沒有人拍到過這個小三 也沒有拍到過那個娃娃 這麼大的新聞 小三到處都 小三現在都很高調 為什麼沒有 那我有一個朋友 其實是行李員的一個麻吉 就是他們是商業上的好朋友 後來我知道一個故事是 其實有一段時間2006 他們的婚姻進入一個低潮 然後因為他們大部分時間都是分開來 因為老公都在世界各地做生意 而且各位我要強調 我剛剛講 行李員在認識林青霞的時候 只是殷食的商人對不對 對 你知道林青霞有多旺夫嗎 行李員的身價賺了1000倍 他娶了林青霞之後 他吃下了SPRIN 然後他就成立一個思捷國際一個公司 那他的這個產值 他們夫妻後來的這一個光是收入 高達快80億以上 就兩個人的身價了 80億以上 那你可以想像就是 80億 他漲1000倍 台幣 80億 是個人的身家 個人 那80除1000 那他原來是多少 很少 非常少 對不對 而且成衣商是 不是自己做成衣 是批發那種成衣造成 那這個80億是個人身價 公司的產值不止 所以2006年 其實他們遇到了一個瓶頸的時候 心理人有去問他的朋友 這個朋友 好 我就直接講 其實就是楊壽誠 楊壽誠就說 你不能跟林青霞離婚 今天你娶的不只是個仙女 你娶的是個神竹派 他講的沒有錯 他是亞洲女神 誰不認識林青霞 不論你們的婚姻有多低長 你都不可以離開他 你離開他你就完了 你的生意 你的聲望 你的社會地位都沒有了 也是 所以他們這個婚姻 後來就滿滿持續下去 滿好的 現在是等於是三個女兒 然後他們重點是皇宮 皇宮對不對 這個皇宮在2006年整修過 老師應該知道 他們的菲蛾山皇宮 有風水上的問題 後來改了 他生了第一個孩子之後 他送給林青霞 四顆拉的鑽戒 然後 然後七週年 結婚七週年的時候 送勞斯萊斯的轎折 對 然後後來就六十大壽的時候 送香港的千坪豪宅 多少錢知道嗎 十一億港幣 四十二億台幣 裡面有電影院網球場 游泳池高爾夫球場 還有KTV室 都不用送個小巨蛋 都不用送個小巨蛋 對 我跟你講 四十二億 送這麼多 重點到最後是分兩台車 離開現場 這就怪怪的 分兩台車是什麼意思 老公先走 因為他老公一向不太接受訪問 對 沒有關係 四十二億 老公不來都沒關係 來…休息一下 對吧 馬上回來 好 來… 來… 我們接下來問一下林玲姐 說有一位女藝人結婚多年 就有跟老公是貌合神一樣 這個女藝人非常非常地漂亮 我們剛剛講林青霞 那她應該算是電視版的林青霞 氣質非常非常好 早期也是拍電影出身的 後來呢 她開始拍了很多的文藝電視劇 然後真的是玉女小聲 長得非常非常漂亮 我記得我那時候看她演戲的時候 我就覺得她好漂亮 好有氣質 然後呢 因為這個拍戲 就認識了另外一個男演員 這個男演員其實也離了婚了 然後呢 跟著女明星就兩個在一起 在一起之後 因為彼此都是檯面上的男主角 女主角 那在我們來講 真是金童玉女最佳組合 可是呢 當時因為兩個人這個感情 雖然很好 但是彼此都是金童玉女 所以就一直地下琴盤很久 那我們都知道 但是呢 沒有那時候沒有所謂的狗仔 所以大家就默默看著她們發展下去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女生其實還沒有 跟這個男生結婚之前 追求者中 其中不乏很多的富商 當然呢 也傳出很多被包養的消息 包括一個黑道大哥 那時候也包養這個女明星 那兩個走著走著呢 男的雖然也花心不斷 也是 但是兩個還是結婚了 我還記得我去喝他們喜酒 在金華酒店 那時候其實已經抱了一個寶寶了 一家三口 那我想說 你們談戀愛已經七八年了 然後再結婚的話 應該彼此都會很珍惜這段感情 而且小孩都生了啊 這麼可愛的寶寶對不對 然後後來婚後呢 這女明星就慢慢淡出演藝圈 在家相夫教子 男的呢 也開始慢慢淡出去做生意去了 可是 期間 因為這個男的 大部分這女生在家相夫教子 帶小孩 那這男明星在外面拍戲的時候 開始陸陸續續有兒語傳出 包括這個男明星 跟同聚的已婚女主角 兩個呢 另外一個已婚的女主角 兩個在戲裡面演一對患難夫妻 戲外兩個就眉來眼去 真的勾搭上了 然後這個消息 我們聽到的時候 我們都嚇一跳 因為第一個 這個男明星的 就我們剛剛講這個女明星 長得很漂亮 那說真的 跟你戲裡面演夫妻的 那個已婚女明星 真的跟你老婆落差有一點大 那我們就覺得說 你怎麼會看上她呢 好 那當然這個戲結束之後 也就沒了 那我們想說 那你就應該安分一點吧 對不起 後來她老婆 小孩也大了一些之後 這個老婆又開始付出 到大陸去拍戲的時候 這男明星開始 也閒不住了 因為這個老婆到大陸拍戲 他們兩個講好說 我們一切都以小孩為主 那既然老婆去拍戲 那我就要台灣照顧小孩 這個男藝人呢 趁著老婆去拍戲的時候呢 在台灣就開始廣交女友 而且還被狗仔屢屢拍到 幾天之內連續帶兩個女生 上摩鐵 然後其中還有一個 竟然是小孩子的幼稚園的老師 你怎麼會把小孩子幼稚園的老師 帶到摩鐵去啦 奇怪了 老公都喜歡小孩的保姆 來得比特養 阿末也是 真的真的 他都特意 可能是大家都有病 彼此都有想像 而且那個老師據說也是已婚 奇怪這個男演員 特別喜歡找這個已婚女 大概是比較不用負責任 大概 存過水無痕 各自有各自的負擔 對 然後狗仔很厲害 拍到之後 因為我們都很驚訝 因為他們看起來是很好的 還不錯的青童玉女 怎麼會這樣 那當然消息傳回大陸之後 這個女明星也氣得說 怎麼可以這樣 我一定要跟她離婚 我一定要跟她分居 好 然後回到台灣來以後 兩個大概私下瞧瞧談一談 這女生呢 男生呢 就都不講話了 男的就開始出來講說 誤會啦 誤會啦 我們兩個都協議好 彼此都以小孩為主 好啦 那既然被狗仔拍到啦 對不對 那你就安分一點嘛 沒有 後來又被狗仔拍到 說他出現在那個外遇女生的家 四周圈那邊 洗來洗去 然後看到了狗仔 才心不甘情不願的 把車子開走 那所以呢 到現在 雖然維持假面夫妻的形象 然後男的呢 也講說 喔 我一定會好好對待我的老婆 還一起去爬山啊什麼的 然後狗仔呢 又很聰明的看到說 喔 你看 他們兩個婚姻一定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說他們那時候 在餐廳吃飯的時候呢 兩個一家子 這個老公 老婆 小孩這樣 這個男的始終不敢搭肩膀 在他的愛妻身上 只能抱著椅背 不敢抱他的愛妻 所以狗仔還講說 喔 這個婚姻一定還是有問題的 只是為了小孩 繼續維持這樣子的假象 跟表現和平 可是小生的不敵歲月 我覺得他真的不好看啦 我怎麼桃花這麼旺 像那個篤林哥就沒有變 這是我真心話 謝謝 這是我最大的狐疑的地方 你剛剛有給他500塊嗎 所以要看什麼 真的啦 林哥 真的 由老師 我們來瞭解一下 什麼樣守面相的女人 這個呢 他可以找到很不錯的老伴 很歡樂 好 我們講這個老伴 不一定是法律上要承認 是 就是說這個女人到老的時候 或者在老的那一段期間 有的很好的男人陪著她 是 有的老伴 那再來講一下 老伴呢 就是說女人看先生 基本上要看鼻子 所以這個下面我不管怎麼講 他基本條件一定要 眼睛長得至少能夠吸引人之外 再加上這一些做參考 好 那麼加上這一些 我還分兩種 第一種最好了 從年輕時候的那個伴侶 就是你的老伴 祝老永相隨 有耶 你年輕就結了一直到老 學校就是班隊 然後一直到老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老伴 其實是一種儀 這樣一輩子都只吃滷肉飯 而且還要看60年 好 那麼這樣的長相特色我要列出來 先講一下 這個女孩子鼻子眼睛 因為它先長得好之外 再加上這一個 鵝圓縫頸 鵝圓就是只要是指這個地方 指這個鵝圓 就這個通常不要方方的 是要圓的 圓的比較溫柔體貼 然後縫頸 縫頸意思是說你的頸子 不要粗粗短短的 基本上這種女人的長相 我們都說是貴婦人 會嫁貴婦 所以各位看一下我們目前 不管是檯面上的 大陸也好 台灣也好 官夫人基本上都是 符合這一項 這個頸子一定不會 粗粗短短的那種 應該都不會 老實講像蔡衣衫 我覺得她的那個額頭就很圓 就是很像 然後她脖子 她婆婆才是 她婆婆 對 她婆婆真的是標準的縫形 官夫人大概就是 像這樣子的長相 美 而且她個性都比較體貼之外 比較穩重 不會亂來 好 再下面再加上這一項 就是 甜宰宮高廣 甜宰宮就是眉眼之間 這個距離要比較開一點 通常要一直扮 如果要標準的話 一直扮 就是說開一扮 就是說這樣 你閉著的時候 張開的時候一直 張開的時候是一直 閉著所以至少要一直扮以上 所以這個標準也不會算很難 至少我們說這種 他能照顧家庭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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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有 我真的有 我真的有 你也有 你肉毒打太多 肉毒打太多 主要是這種個性 所謂 架夫隨夫 很體貼照 那個照顧老公 是 你家庭觀念很重的關係 好 那另外一種就比較差一點 但是還是不錯 結局不錯 就是年輕的時候波折很多 可能是歷盡滄桑 分分合合 但是他要老的時候 應該也不要說一定要老 中老年之後 他有一個好伴來陪他 這也算不錯 結局很好 好 這個長相特色 第一個是 小水星有成 什麼叫小水星 嘴巴叫水星 小水星這一塊叫水 就是說我們嘴巴跟人中 接觸的這一塊叫做小水星 這個小水星不能平平的 要像我現在畫的 你看有角這樣 起伏的 有純珠算嗎 那不是純珠 不是純珠 像菱角嘴這樣子 對 要這一個地方 要這樣子叫做小水星有尖 連勝文那個樣子嗎 他是典型的菱角嘴 連勝文 對 他的嘴就是菱角嘴 我早說在女生 不是說太太 不是說女生長那樣 對 我說太太 就是那樣 李燕秋 對 你看一下女生 要有一個形狀 這種一看就知道 有這種嘴巴 他一定很吸引液屑 而且他主要是會講話 然後會替對方著想 讓對方覺得 哇 你這個女孩子真的很不錯 會得人疼愛的 另外一個我用手相來講 就是 結婚線比較高近小指 我們結婚線呢 就在這個地方 從小指到感情線之間呢 他有長的短的都有 我們看最長的那一根 就叫做結婚線 有的結婚線會很低 這比較低的 通常我們說是早婚 那比較高就是靠近小指這個呢 就是說他的婚園機會 或者遇到男人機會 會遇到 我剛才強調 不一定是法律上的啦 就遇到老伴的機會 不一定是法律上 我是看左閃子右閃子 有 左右手都有最準 你左右手都像那時候最準 左右手 如果多這樣的話就最準 如果沒有的話 至少我們男生看左女生看右嘛 那右手有這樣的話 機率就很高啦 是 比較在 但是這一條線呢 不能夠分擦喔 不能亂七八糟喔 要很整齊漂亮 靠近上面的話 那你是在比較晚的時候 才遇到你的真命天子 或者遇到你的好的老伴 好 那這幾下呢 給各位做參考啦 好 嘿 來… 先休息一下 繼續趕快馬上回來 來… 來… 然後是最一則新聞 是 九頭深美少女 吳佩慈 也來過我們節目 真的是很漂亮的女生 她跟老公還有小朋友 這照片真的是幸福 結果說 產後獨守時尚版圖 這我們看得懂 就是說都要退出演藝圈了 以後大概只會參加一點活動 是這個意思嗎 對 立志生小孩 這才差一天的新聞 還差一天的新聞 未婚夫再冒小三 不是這句話 這什麼意思 所以孩子… 被小四出來說不是季小波 然後現在 那第一個高度 孩子都生了 還沒有結婚 還沒有 人家沒有要娶 還是這樣嗎 沒有 而且我聽不懂 但是聖美姐會講 可是我聽不懂的是 因為她不是說我立志要生五個嗎 就那個媒體就很壞 又寫了一句就是說 那個季小波就講 要生你就去生啊 反正我不結婚啊 真的假的 所以我說真的假的 太傷人了 所以是真的假的 聖美 所以不曉得 沒有耶 真的假的 以佩慈對外的說法是說 他們是要等這個小蕊蕊 稍微長大一點 他們會不辦一個婚禮這樣子 那先說就是為什麼 他的這一個婚姻這麼的行路難 那是因為季小波 我們都知道其實他 行路難 行路難 想到那個別幫你的歌 行路難 是因為你知道有一款女生 條件很好 其實吳佩慈條件不錯 他不錯 條件不錯 包樣也很好 那他跟季小波在一起的時候 中間分手過 那季小波很受女明星歡迎 這就糟了 所以在這當他們分手的時候 其實季小波又跟其他的女明星 已經談戀愛了 對佩慈來說 你知道有一種不能輸的壓力 更何況他的姐妹他們 也都嫁得不錯 後來我們在節目上提過 因為他的狗狗生病 後來往生了 那兩個人又複合了 懷了這個小蕊蕊之後 他一直危機四伏 所以為什麼再傳小三 是因為他光是懷這個女兒 到生產的時候 季小波都被傳 已經又跟其他小三在一起 吳佩慈都說沒有這件事 那這一次他回到台灣 是出席一個活動 他當場就說我現在要退出演藝圈 因為我想當一個專職的媽媽 小姐姐現在正在成長當中 而且我要生五個小孩 他其實這個話才講完 吳佩慈的經濟公司就很緊張 就說他只是抒發心情 沒有說真的會退出演藝圈 所以大家就去解讀 就說這對一個女人來說 為什麼他要這樣一個宣誓 顯然他對於他的另外一半 是沒有安全感的 同一天 他說他要退出演藝圈 大陸的微博 有一個中國娃娃一個網站 馬上就PO出來說 你們看這個照片 明明就是季小波帶了一個小三 然後那個小三那個妹妹26歲 他們去義大利玩 就PO了一張照片 結果網友就說 天啊 天啊 那打臉吳佩慈啦 那新的消息是吳佩慈說 那不是季小波 那不是我老公 我老公沒有去義大利 對 他意思是說 那張照片上面不是我老公 可是為什麼人家的故事寫了這麼多 那故事上寫說 季小波養了這個小三 小三26歲